哈喽 欢迎准时来到 Auntie秀的人气直播美味秀 今天呢 Auntie秀又准时开播啦 我们今天下大椅哦 所以呢 延迟了三分钟 Auntie秀呢 刚才在我们的现场哦 已经做了什么呢 我们已经把我们的这个桂豆 清炒桂豆炒起来了 哈喽 Jazz看到你了 Jazz今天下大椅哦 所以我们刚才呢 迟了大概四分钟 然后呢 今天Auntie秀呢 已经快速的下了我们的油 爆香我们的姜鱼籽 然后呢 就把我们的桂豆放下去 炒一分钟 然后加入我们的盐味噌 调味 然后炒到全熟就大功告成啦 然后现在呢 妈咪你要在做什么呢 妈咪 我要散开之前 妈咪讲他现在呢 今天要教一道菜色哦 就是我们的 豆瓣酱焖排骨 所以呢 我们现场的朋友们 哈喽 今天讲他那边下大雨哦 对喽 我们这边也是下大雨 我把妈咪的桂豆拿去放先 哈喽 韩小春 今天很准时哦 大家都很准时 今天呢 迟了四分钟 不好意思 因为今天下雨哦 我们刚才网线没有那么好 然后呢 妈咪已经把我们的这个 蒜米片啊 姜片啊 还有我们这个 我们的这个姜碎 然后呢 姜末呢 已经切好 然后在这边 stand by 了 所以呢 我们现在呢 让到Auntie秀呢 把我们省了时间 过我们已经炒好了 我们的桂豆 妈咪 不要讲他那边下大雨 对喽 金金金公公 金金公公 然后呢 今天哦 非常非常的 感觉到很像要葫芦哈啦 我们这边哦 一直在打雷这样子 还好我周天装了 避雷气耶 妈咪 哎 有点恐怖哦 那个雷声很恐怖 阿咪 还好周天装了 避雷气 妈咪 我们哪里放下啊 我回来了 今天哦 妈咪呢 就快速的 现在呢 爆香我们的姜片 然后呢 哎 我看到很多 哎 苏清理Auntie 你来了 这么快就做好一道菜了 对喽 妈咪讲哦 今天呢 要快速的 帮我们呢 就省略一些时间 快点把这个菜呢 先炒起来 然后我现在哦 去拿妈咪的电话一下 今天呢 我们准时六点钟 然后有一点厨 吃了五分钟 妈咪呢 刚才哦 已经快速的 帮我们省一点时间呢 继续的爆香 它的 它的这个 酱料 妈咪刚才呢 已经把我们的这个 姜片 还有我们的蒜米片 然后呢 还有我们的姜末呢 下去爆香 妈咪问你啊 为什么你的姜片 还要放姜末呢 听不到妈咪 忘记讲香味嘛 没有等下 要是我全部放姜末 等一下没有吃姜的人就想 哦 妈咪讲哦 放姜末呢 会比较香 然后呢 放下去哦 等一下万一没有吃姜的人 怎么办呢 咬肚子进去没有看到 咬肚子进去没有看到 哈哈哈哈 妈咪你很聪明咧 怎么你会想到用这招啊 咬肚子进去肚子 咬肚子进去肚子 然后就看不到啊 我拿这个面子跑掉 妈咪我要喝水 我刚才在楼上整理我的房间 所以呢 我现在很口渴啦 所以我拿水喝 你等不等我一下啊 妈咪 你跟王 你跟我们的粉丝们呢 聊天一下 我去帮姜末煮 我去帮那个姜末煮那个 煮那个饭 姜末来 我帮你用饭 一口 妈咪今天煮几口饭啊 三口哦 昨天煮几口 昨天煮三口饭 三口饭 你也一样啊 爱吃饭啊 爱吃饭啊 要一样啊 叫你煮三口饭就好了 要煮三口 咦没有没有 牛肌昨天不在吗 哦对哦 三口饭三口饭 鱼姜不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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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鱼姜没有吃 他整鱼姜没有吃 三 先多一个Ryan吗 二 二 昨天 煮三口饭 够吗 三口啦 三口 打费人家吃饭啊 来 一定上宫 上宫 小心啊 妈咪 妈咪 Foreign Fun也上来了 她讲 秀姐你好棒 我会有点糖下去 Auntie秀呢 诶 Shani你也上来了 看到大家在售 大嫂也上来了 Hello 我们上来的 网友们呢 粉丝们呢 记得给我们打招呼 妈咪你煮什么 有网友问你 做半张 焖焖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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焖 imposed 炸骨就是以那个猪身上那些在骨头旁边的肉 哦 炸骨啊 炸骨啊 妈咪呢 刚才呢 刚才哈 他已经放了我们的这个姜片 蒜米片 还有我们的姜末下去炒香 爆香 爆香 然后呢就放糖 妈咪为什么会想到放糖呢 放一点糖下去了 放一点糖就比较调味道 糖是调味了一点点糖啦 阿姨就讲 放一点糖哦 然后呢 豆瓣酱是咸吗 放点糖再一碗 OK 妈咪讲哦 我们豆瓣酱呢 我们今天用这个 阿姨放几汤匙咧 好像要多一点哦 好像要多一点哦 我们今天煮多 只有一公斤有啊 两公斤 两公斤哈 我们这个呢 是我们马来西亚哦 本地的怡保兰花豆瓣 我们是买粒的 所以呢 喜欢吃豆瓣酱的朋友啊 可以在家里这样子煮哦 这个是兰花豆瓣酱 我们是买粒的 所以呢 粒的阿姨秀呢 放了我们的两大汤匙下去 一起爆香 等一下我放靠近点 所以呢 我们的粉丝们可以看到比较清楚哦 叮叮叮叮叮 我们今天煮我们的豆瓣酱排骨 豆瓣酱炸骨 你不要放水吗 刚才 阿姨秀 阿姨你放哪里的水哦 你放哪里的水 你放过滤的嘛 你放过滤水嘛 没有 不可以不要 一定要放过滤水 一定要放过滤水 要炒给它香 放了豆瓣酱过后呢 我们继续炒给它香 我去帮妈咪煮饭一下 那等一下我们的这个饭哦 把菜煮好了 饭还没有煮好 哈喽 夫人讲秀姐你好棒哦 煮什么 我们今天煮豆瓣酱焖猪肉啊 焖排骨 哈喽 排骨焖什么 焖炸骨 妈咪有炸骨的话 有炸骨这个字的咩 肉骨 肉骨哈 肉骨茶的肉骨哈 肉骨茶是排骨 肉骨茶是排骨 你给我们看一下 你的排骨长什么样子 这个叫什么骨 这个叫什么骨 那个猪旁边的骨头 猪旁边的骨头啊 就是猪那个边 身上的靠近的那个骨头哈 你等我一下啊 我去找一下 应该是大骨吧 大骨哈 应该是大骨 因为都是大骨旁边的那些 砍砍出来的 所以它是那个我们的这个 靠近骨身上大骨旁边的骨 哦 所以我们说是叫炸骨 因为都是哪里都 哪个部分都有砍来 砍下来 咪咪等我一下我盛饭啊 我玩一下看看 咪咪 咪 我们刚才呢 放了什么 再给我们分享一次啊 我们今天的网线没有这么好哦 咪咪 有铁苏叶问你哦 这么多哦 几个人吃哦 好了 我们家呢 有15个大人吃饭 有2kg 我们这边有2kg 我们家有15个大人吃饭哦 所以呢 Auntie秀呢 帮我们煮这个大家庭不容易哦 所以呢 如果呢 你知道你的家的小朋友啊 没有那么多 家的大人没有那么多呢 你就煮1kg就好了 Auntie秀呢 今天是煮2kg 的这个 呃 有点像 叫大骨肉啊 应该是叫大骨肉 因为猪身上呢 有套骨头的 然后就会产在旁边 大骨头肉 所以全部在大骨头的旁边 咪咪 他们听不到你讲话 就是猪身体上的骨头 它旁边 靠旁边的肉 所以就会砍出来 哦 靠近那个猪骨头的肉 然后砍出来 哦 这样特别的 因为我们自己 猪是自己卖的嘛 所以会砍出来嘛 哦 所以就把我们猪连 哦 就是靠近骨头的那个肉 砍出来 哦 这样这个叫什么肉 大骨旁边的肉 大骨旁边的肉 所以呢 网友们 如果你呢 粉丝们去买肉的时候呢 就要跟他讲你要买那个肉哦 是靠近骨头的肉 所以呢 我们今天哦 Auntie秀呢 就帮我们一开始的时候呢 就爆香 就是加入我们的姜片 然后葱 啊 蒜米片 还有我们的姜末 下去爆香 Auntie秀很聪明哦 他讲 Auntie秀讲哦 为什么呢 他会放那个姜末呢 是因为哦 我们家有人不吃不到 不喜欢吃姜的话 也没有办法 要吃进肚子了 因为姜末没有办法剃掉 然后我们爆香了 我们的这个姜片 蒜米片 还有姜末过后呢 我们才把我们的这个大骨下去炒 然后呢 然后呢 继续炒香它 妈咪刚刚加了我们的桂皮 还有我们的八角 叮叮叮叮 我们的桂皮还有八角 刚刚呢 放下去爆香 一起爆香 哈喽 哈喽 如果网友们刚刚进来的话呢 可以跟我们打招呼哦 哈喽 Sensei Auntie 上来了 Jesse上来了 孙燕问哦 哈哈 15个人才3杯米啊 他讲 没有啦 我们是 那个小碗 我们是小碗的米 小碗的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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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煮6杯 我们附近话妈妈妈讲煮沙共沙共 所以呢 其实是大概可以煮大概6碗 诶 12碗啊 12碗的饭啊 因为我们家有人不吃饭 我们一杯一碗吗 一杯一碗饭哦 所以我们煮了6碗 6小碗的饭 所以呢 大概可以12个人吃 可是因为我们家有人不吃饭哦 要减肥 所以呢 我们就没有煮很多饭啦 妈咪 Jesse讲哦 他已经看习惯了 全部大大盘的 哈哈哈哈哈哈 我们的粉丝们哦 已经开始看了阿姨秀煮了很多集 都会觉得 哎呀阿姨秀煮大盘是很 是很正常的 煮小盘才奇怪是吗 哈哈 然后妈咪 那个比较便宜 对啦 对比较便宜 17粒阿姨 对了 那个比较便宜 哈喽Jesse Chong 看到你上线了 所以呢 我们的网友们如果陆续进来的话 给我们打招呼哦 所以大家可以互相认识 互相学习哦 妈咪呢 今天就煮我们的这个豆瓣酱呢 焖我们的这个大骨肉哦 这个大骨肉呢 它的名称 确认名称不确定 可是呢 妈咪说呢 它这个肉呢 是很靠近我们猪的那个骨头的位置 所以我们今天称它为大骨肉哦 可能你去买的时候 然后就要跟那个老板讲 我要那个猪肉呢 是靠近骨头的 对不对 嗯 妈咪讲对 然后呢 哈哈 妈咪 先生亮讲哦 以前都用牛奶罐两米 对耶妈咪也是 对啊 我们也是啊 妈咪讲它也是用牛奶罐 牛奶罐两米 可是我们家没有牛奶 所以没有牛奶罐 所以我们就用那个小小的那个罐 那个是电窝来的 小小电窝哈 我们是小电窝里面给的那个小杯 大概一杯是一碗饭 然后呢 妈咪呢 过后呢 我们刚才就加了我们的姜片 蒜米片姜末下去爆香 爆香后呢 我们呢 就加入可以加入我们的桂皮 还有这个 我们的这个八角下去呢 一起炒香它 爆香它 爆香后呢 阿姨修把我们的大骨肉呢 下去一起炒香炒香再炒香 炒香后呢 然后呢 我们就加入了我们的黑酱油 妈咪你还有放了什么 除了黑酱油还有豆瓣酱 对然后还有我们的糖 我们豆瓣酱跟糖 然后我们今天呢 除了用我们的兰花 兰花的豆瓣酱以外呢 还用我们的兰花赛油 也就是我们兰花黑酱油 妈咪呢 说要问我要放弃了 应该是不用啦 妈咪 应该很快熟 因为它都不是那种大大的肉 然后妈咪呢 刚才呢 就是加入我们的姜片 蒜米片 然后姜末炒香 炒香过后呢 放八角 桂皮炒香 然后放入我们的豆瓣酱 一起爆香 爆香后呢 我们就加入我们的这个大骨肉 就是我们呢 离我们猪肉呢 很靠近骨头的地方 我们称它大骨肉哦 然后呢 我们就加入我们的黑酱油 调味就可以了 然后豆瓣酱呢 就加入我们的大概那个水分呢 盖过我们的这个猪肉呢 看到吗 我们的这个大骨肉呢 我们的水哦 盖过它 就可以盖锅 然后这样子煮了 妈咪 你小时候谁煮的道菜给你吃哦 很特别的耶 哎呀 外婆每次煮给你吃哈 哈啰 Ru 看到你了 所以呢 我们的粉丝们上来的话 记得跟我们打招呼哦 所以我们知道呢 你上来了 Flower corn 给你 Love love 它给你 吹爱心了妈咪 妈咪今天要跟大家呢 看到吗 Auntie秀刚刚呢 把我们的这个八角放下去 咪咪跟我们粉丝们说哈啰 哈啰 哈啰 Auntie秀哦 每次呢 6点钟过后 是她最忙的时候 4点就开始忙了 我们今天还有去逛街 然后去买材料 然后今天呢 Auntie秀呢 就煮我们今天的特色菜色 就是我们的这个 豆瓣酱焖大骨肉 Auntie秀呢 刚才就加入了我们的姜片 蒜米片 姜末 下去爆香 然后加入我们的豆瓣酱 下去爆香 再加入呢 我们的这个 呃 我们的这个 八角 还有我们的桂皮 下去 不要放太多 下去 妈咪讲哦 八角跟桂皮不要放太多 然后呢 放去爆香 爆香后呢 我们就加入我们的这个 大骨肉下去炒香 炒香后呢 我们就加入我们的黑酱油 加适量 加适量哦 我们今天用两个兰花牌子 妈咪有发现到 给大家看一下 这个是我们马来西亚呢 很出名的兰花牌哦 兰花豆瓣酱呢 我们是放粒的 还有我们的兰花黑酱油 然后呢 我们放下去呢 爆香后呢 继续煮 然后就放入我们适量的水 盖掉我们的大骨肉呢 就盖锅给它下去焖 所以我们 妈咪呢 现在要做什么呢 我们煮好 我们焖着我们的这个 大骨肉的同时 妈咪在焖什么现在 妈咪现在要煮什么 要炒菜 炒菜啊 你今天炒什么菜 阿姨秀 你今天炒什么菜 嗯 芥兰菜 芥兰菜 芥兰菜啊 所以我们现在呢 看到阿姨秀在做什么呢 阿姨秀 现在呢 该要把我们刚才 已经弄好的这个豆瓣酱呢 收起来 妈咪 这个是收冰厨啊 豆瓣酱要长纸收啊 豆瓣酱要长纸收啊 豆瓣酱要长纸收 妈咪 要是食堂煮 就放外面 少煮就放冰箱 所以呢 如果常常用到豆瓣酱的话呢 可以放外面哦 如果比较少的话呢 Aunty秀呢 建议放在哪里 冰箱 然后我们现在呢 Aunty秀呢 已经把我们的这个瘦肉哦 已经准备就绪了 妈咪这个瘦肉要放什么下去呢 要吗 酥肉要放什么下去 这样加生粉 我们的酥肉呢 加入了我们的生粉 我们的盐 味噌 胡椒粉呢 还有我们的这个 冲头油下去呢 均匀搅拌 搅拌后呢 我们就下锅 给它爆香一下 炒一下 妈咪说呢 把这个 把这个 把这个猪肉呢 过油一下呢 很快哦 等一下呢 很快速的过油 看到吗 妈咪真的很快 你过油 好像不用一分钟就好了 然后呢 Aunty秀呢 就准备好我们的这个 登登 我们的这个 芥兰菜哦 芥兰菜呢 Aunty说呢 这个根部呢 比较难熟 所以会放下去炒 对不对 然后呢 我们先把我们的这个 芥兰菜的根部 先放下去炒 炒 给它 软一下 然后我们只放了油哦 妈咪呢 今天我们的芥兰菜呢 就配搭我们的 瘦肉一起炒 如果喜欢吃瘦肉的朋友啊 你可以考虑哦 放我们瘦肉呢 很简单 我们刚才呢 就放了我们的这个 生粉 我们的 葱头油 我们的 我们的这个 噢 叮叮 我们的味噌 还有我们的盐 然后快速的给它勾芡一下 就给它 就在那边跟它抓均匀抓均匀 过后呢 我们就下去过油 不用一分钟就可以拿上来了 过油后呢 我们就去爆香我们的这个 我们的这个芥兰菜 记得Aunty秀呢 刚才有建议我们呢 先把我们的根部先爆香 给它去炒先 炒了过后呢 才把我们的这个芥兰菜的花呢 就是它的这个菜的上面 那个部分呢 下去炒 这样子呢 等下我们的菜呢 就会很均匀哦 先放根部下去炒 妈咪 妹咪东讲 Aunty 近一点回来 拉比斯 我要吃 是哦 妹妹的妹妹的朋友 妹咪 妹咪哈喽 你的孩子好可爱哦 妈咪 Aunty讲哦 这是广有美食 妈咪 Aunty秀 从小吃到大 可是贝贝们不喜欢 我妈咪很喜欢那个豆瓣酱 妈咪超爱吃豆瓣酱 然后呢 我看到 Joelle上来 Joelle讲 Aunty秀 我又来偷学了 不用来偷学 Aunty秀呢 把官名正大的来学习 在家呢 可以煮出很多小时候的味道 哈喽 Michelle呢 看到你了 记得哦 我们的粉丝们呢 看到 每次进来我们的节目的时候啊 跟大家打招呼哦 所以呢 大家也可以互相认识啊 互相交流 然后呢 每次呢 妈咪呢 在煮这个同时咯 就很多粉丝们 跟我们分享很多 我们的厨房小秘诀 妈咪 那个 慧敏讲她的女儿很快蛋哦 不会啦 小朋友玩皮才可爱嘛 对不对 小孩子 小孩不快的时候呢 大了怎么浇呢 然后我们现在呢 看到Aunty秀呢 刚才呢 把我们的这个肉啊 已经炒好切了 刚刚进来的朋友哦 Aunty秀呢 刚才加入了我们的生粉 然后加入我们的盐 味噌 还有我们胡椒粉呢 还有我们的这个 葱头油下去抓它 抓它过后呢 Aunty就下油呢 过油了过后呢 就拿上来备用 然后呢 我们就下去炒 我们的这个芥兰花 我们的芥兰菜呢 我们先把我们的根部 先放下去炒 炒了过后对吗 我们呢 才把我们的这个芥兰菜的 这个上面的这个菜的部分呢 放下去一起炒 然后呢 再加入了我们的这个 刚好过油的这个瘦肉 然后你看到Aunty秀炒的这个颜色很漂亮哦 有没有想起小时候呢 妈妈们煮给小孩子吃的味道 而且这道菜色呢 Aunty秀呢 全程只是用了我们的一点盐 还有味噌调味就可以了 轻轻松松 就把我们很好吃的芥兰菜炒好了 然后我们现在呢 Aunty秀很快速的已经上菜了上盘 然后我们现在Aunty秀你要煮什么咧 咦我们来什么菜啊 妈咪 先生六Aunty讲 这个豆瓣酱闷大骨 她说呢 广州的话呢 广东呢 他们是不放八角 福建的人才放八角 Aunty很厉害 我每天煮到不会煮了 没有关系 惠明 每天就来看Aunty秀的这个 人气直播美味秀哦 所以呢 Aunty秀呢 每天教我们煮一道新的菜色 所以呢 Aunty秀呢 也是煮到不懂要煮什么 没有关系呢 她就把它小时候的味道啊 全部煮出来给我们吃 然后呢 我们也可以从中呢 还有很多回忆很多小时候的味道哦 这道菜呢 Aunty秀呢 刚才他的这个猪肉呢 这个瘦肉呢 就抓我们的生粉 我们的盐 味生 胡椒粉 还有我们的葱头油下去抓了 过后 我们就过油 把这个 这个瘦肉呢 过油 过油后呢 我们就把它拿起来待用 然后我们就把我们的这个 看到吗 我们这个芥兰菜的这个根部呢 先放下去炒 因为Aunty秀讲了这个比较实 需要时间炒 然后炒了过后呢 我们就把我们的这个芥兰菜的上面的那个部分一起下去炒 炒了过后才把我们最后刚才过油好的这个瘦肉呢 一起下去爆香一起炒 通通呢 Aunty秀只是用了我们的盐跟味噌调味 就大功告成啦 然后Aunty秀呢 今天有一个秘密武器哦 很久很久没有在我们家里煮了 当当当当 就是我们的麻坡Outa 所以呢 来马来西亚呢 朋友们记得 四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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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四粒鸡蛋哦 我们四粒鸡蛋呢 等一下就要配到我们这个Outa呢 一起煎我们的Outa鸡蛋 而且呢 是我们最爱吃Outa的 妈咪 马来西亚应该是只有麻坡比较出名是Outa对吗 还有哪个地方很出名Outa的 有吗 哈喽 我们现在呢 把这个Outa呢 在旁边已经退冰过备用了 妈咪呢 很开心哦 买到她的Outa 她就跟我讲 我要煮Outa煎蛋 我跟你讲 我最喜欢就是吃蛋 然后又喜欢吃Outa 所以呢妈咪每次呢 就搅 搅她的那个脑子 怎样呢 煮我们每一道呢 很可爱的创意料理哦 而且呢 这个Outa呢 是马来西亚麻坡的著名的产品哦 所以呢 大家呢 可以再不要尝试 如果买到Outa的话呢 可以试拿来煎到 我觉得味道也不错 妈咪 还有哦 还有 哎呦妈咪有水 我去关一下门哦 因为等下那个雷声哦 会听不到我们的那个雷声 我已经把我这个门关着了 所以呢 大家就听到比较清楚 妈咪 哈喽 安妮 看到你上来了 我们的如果呢 粉丝们啊 陆续进来的话 跟大家打一个招呼哦 所以呢 我们可以大家互相认识呢 互相学习 慧敏讲哦 每天看Auntie秀放照片上来 都煮了很多美食 她讲 不要紧慧敏 你就一天学一样哦 就很多东西煮了 不用怕 Auntie秀很会变菜色 妈咪 Jes讲你很会变菜色咧 哈喽 君俊成 她讲我喜欢这道菜 君俊成你喜欢那个 我们的Outa煎蛋对不对 哈喽 我们的妈妈咪 喜欢看你们的live show Me too 妈咪 妈咪你还有收了 哪俊男俊男的粉丝 她讲我妈咪也是很想看你们的live show 她说 所以呢 对应该是妈妈们在家呢 不懂要煮什么 可以来看Auntie秀这边呢 煮什么 大家呢 每一天都有每一道不一样的菜色吃哦 美女明天要买豆干嘛 妈咪你看 妈咪讲什么 要 妈咪讲要 记得买几片 20片 妈咪说呢 帮她买20片的豆干哦 我们Suchili auntie呢 介绍的那个 Johor Jaya的巴萨 它的豆干呢 很新鲜 很好吃 又很便宜 大家呢 可以去Johor Jaya的supermarket 啊 那个巴萨买哦 所以呢 可以支持一下我们的这些古早味啊 的老档口啊 他们还是保留原汁原味 还有呢 保留着他们的手艺 哈喽 Ru 梦看到你了 妈咪 Senshenian讲是 麻婆阿梅阿梅阿爸最好吃 我妈咪哦 以前是住 住那个 那个那个 外公啦 啊外公外公 我的外公以前是住 那个麻婆的 妈咪 君君曾讲 I'm not sure about Chinese food 她说不要紧 今天看了就会了 她吃什么餐 她应该像很多小朋友 年轻都是吃西餐比较多 Auntie Shiu呢 就把我们的这个 麻婆阿爸呢 放下去爆香 我们只加了一点点的油 然后呢 跟我们的阿爸下去爆香 然后呢 爆香后呢 Auntie Shiu呢 现在再准备了这个 四粒鸡蛋哦 然后加一点我们的这个 梨井剂 酱油 当然呢 妈妈们喜欢这样的酱油 可以 只是我的妈咪呢 特爱这个梨井剂 特辑 鲜味生抽 然后呢 Auntie Shiu呢 就放我们少许的这个酱油 下去提味 然后呢 因为怕它太咸哦 所以呢 妈妈们不要放太多 我们这个是四粒鸡蛋 打成蛋花过后呢 加一点酱油 加了酱油过后对吗 Auntie Shiu呢 现在在做什么呢 Auntie Shiu现在呢 在爆香着我们的这个 Otta 所以呢 这个Otta煎鸡蛋呢 就大功告成了 妈咪现在哦 已经把我们的这个蛋花呢 已经准备好了 然后呢 我们的这个Otta呢 也爆香好了 然后就要把我们的这个 煎 我们的这个鸡蛋花 倒下去 然后呢 妈咪你今天会翻蛋吗 会吗 会用这个来翻蛋吗 妈咪讲 帮我等下会翻得到吗 我们的妈咪呢 有一招呢 简单的教妈妈们跟爸爸们呢 在家学习哦 怎样去翻蛋 而且呢 记得我们 我们之前呢 我们的Jazz哦 我们的粉丝Jazz 有跟我们分享哦 他可以用这个塑胶盘来翻 这样子呢 就不会怕打破那个盘 当然妈咪呢 我的妈咪呢 是用这个 碟子 那个玻璃碟来翻 所以呢 他是觉得玻璃碟没有那么少 然后Auntie Shiu呢 把我们的这个麻婆Ottar呢 放下去 爆香 一起炒 所以我觉得呢 妈妈们啊 爸爸们呢 在家呢 如果买得到这个Ottar的话呢 可以尝试这样子煎鸡蛋哦 而且我觉得呢 小朋友其实会蛮喜欢吃的 当然如果你买到呢 没有那么辣的这个Ottar 小孩子的接受度会比较高 妈咪 实际力讲Ottar吃不怕 然后Michelle Michelle连讲 哇流口水流口水了 所以呢 刚刚进来的粉丝们 记得跟我们打招呼哦 所以呢我们可以互相交流 然后呢 互相学习 我们现在呢 Auntie Shiu已经把我们这个Ottar呢 炒好了 妈咪 所以灰鸣问你哦 Ottar还可以这样炒啊 下次要试一下 哈哈哈 可以 这个Ottar这样子炒吗 你要不沾锅 没有沾到没有的 可是你要记得哦 一定要用不沾锅 因为它会黏锅 Auntie Shiu刚好用的是 Ceramic锅 所以呢没有那么沾锅 然后呢 我们把我们的Ottar炒香过后 对吗 我们就把我们的这个蛋花 倒下去了 叮叮 有没有觉得Auntie Shiu的这个Ottar Ottar煎蛋很特别 而且呢我跟你讲 喜欢吃Ottar的朋友啊 又喜欢吃蛋的朋友啊 真的是可以在家吃这道菜哦 而且哦百次不腻耶 我妈咪那时候煮过过后 他到现在还在想念耶 一回到Lavis看到Ottar哦 人家卖那个麻婆Ottar 快点跑去买 妈咪 怎么你会想念吃这道菜 因为想吃Ottar啊 没有菜色足了 哈哈哈 妈咪讲哦 很多菜色呢都已经哦 18番厨艺都搬了出来 所以呢今天就搬回我们的这个 Ottar煎蛋呢 跟大家分享 妈咪 今天今天 有网友讲哦 一直喊妈咪 妈咪啊什么 妈咪今天煮第几千了 79啊 79啊 应该是吧 我忘记今天煮第几千了耶 一直妈咪妈咪 这个哦 长不大了 一直妈咪妈咪 妈咪 我们 我们的网友讲 怎么我一直喊妈咪 妈咪嘛 不会水巴不会酸 妈咪哦 所以哦 你知道为什么喊妈咪有好处 因为喊妈咪 妈咪就会煮嘛 所以那我们妈妈就问 问那个我家的孙子问他 呃你喜欢妈妈煮饭呢 还是喜欢外婆煮饭 他毫不犹豫的讲 外婆煮 所以呢我们家的女儿呢 没有一个比妈妈厉害煮饭 妈咪现在呢 就把我们的这个 Ottar煎蛋 看到吗 妈咪很漂亮耶 那个颜色给大家看一下 看靠近一点哦 妈咪这煎蛋的颜色很漂亮耶 咖喱吗 辣椒吗 哦因为它有辣椒的关系啊 有点红红哦 有点红红哦 可是我觉得小朋友可能 如果可以接受辣的话呢 应该会很喜欢吃这道 Ottar煎蛋 妈咪 呃 Jazz讲哦 我想学Auntie秀 一样用玻璃翻蛋 不要紧Jazz 你再接再厉 我相信呢 很快呢 你就可以用你的玻璃盘 翻蛋了 因为玻璃盘没有这样热对吗 妈咪 玻璃盘没有这样热哦 没有啦 你快它就不会热 妈咪说呢 翻蛋呢 最重要呢 就是要快 快的话呢 都一小小盘 拿大个一点 就会跌地上 她说呢 妈咪讲可以建议多一个 Taple哦 一个小厨房的 一个小贴士哦 你的玻璃盘呢 可以拿大个一点 对吗 最大 尽量拿最大个对吗 你要有力翻啊 也是要有力翻 妈咪我应该是没有力翻 妈咪 俊俊诚讲我爸爸喜欢Ottar 对啦 我也是很喜欢吃Ottar 罗兄亲讲 煎蛋要翻哪一个像蛋 一样大的可以翻了 不难 对了 我们有很多妈妈们 跟我们一起分享 我们这个厨房小贴士 所以呢 大家呢 可以在家呢 在厨房一直拼命的练习 努力的练习 练到一手好菜哦 妈咪 还有我们的惠敏讲哦 叫阿田学上来 他讲 阿田讲我要吃而已 不要学 阿姨修呢 就在现场又翻蛋了 我的妹妹哦 阿田哦 最喜欢的就是吃 就是吃 吃吃吃吃 所以呢叫他学哦 有点难 妈咪 有文恩讲哦 我用玻璃盘翻蛋 我每次这样翻 对啦 他跟我们的杰斯讲也是用玻璃盘翻蛋 因为咯 这样子只要快的话呢 都会翻到成功的多数 然后我们现在呢 习惯成自然哦 对 习惯成自然 而且呢 熟能生巧 所以大家呢 就努力的在家 在家练习练习练习练 练到最后呢 就好像在家就是 很会煮的雏娘了 所以我们现在呢 阿姨修把翻蛋翻好过后 我们就继续的煎我们的这个 阿姨修 他煮什么菜啊 好像 咦妈咪你的这个很快哦 滚了很快哦 妈咪呢 刚才呢 在我们直播前呢 今天煮一道新的菜色 叫做我们的豆瓣酱闷肉 然后这个肉呢 是我们的大骨 尬骨肉哦 是我们的猪肉呢 最靠近骨头的肉 妈咪讲呢 这个肉呢 比较香 而且呢 适合这样子煮来 这样子啃来吃 所以呢 阿姨修呢 一开始的时候呢 就加入了我们的姜片 然后姜末 蒜米片呢 下去爆香 爆香后呢 我们就加入了我们的这个 什么呢 加入我们的豆瓣酱下去爆香 然后加入了我们的桂皮 还有呢 加入我们的八角下去炒香 炒香后呢 我们就把我们刚才呢 的这个准备好的大骨肉呢 放下去一起炒香 然后呢 加入黑酱油调味 我们就盖锅 加入我们适量的水呢 就大功告成形 给它继续的焖煮 然后现在Auntie秀呢 叮叮叮叮叮叮 我们的大煎蛋要成形了 妈咪 我觉得很多粉丝们哦 回去可以try煮这道菜 我觉得这道菜又容易又好吃 而且妈咪昨天煮那个豆腐煎蛋哦 很多粉丝们也是开始讲要try了 所以呢 如果你试了这道菜呢 觉得很好吃的 跟我们多多分享哦 所以大家呢 可以在家有余尝试 哈喽Kitty 嗨 傍晚好 哈喽 灰圈奖 哦 然后呢 粉丝们如果上来的话呢 记得跟我们打招呼 所以呢 我们大家呢 可以彼此一家互相交流 妈咪 Bun En讲哦 我今天煎了豆腐鸡蛋好吃 很谢谢你妈咪 好吃 我跟你讲 昨天哦 我的我们家里呢 把那两盘的鸡蛋都吃掉 你讲好不好吃 而且呢 最重要呢 你的豆腐啊 那个豆干你去买的话呢 尽量是新鲜的话 没有带酸味的话 而且它煎起来啊 简简单单 只是放一点盐就很好吃了 所以妈咪 昨天的豆腐煎蛋也是很成功哦 很多粉丝们呢 如果试了的话呢 煎到很好吃 记得跟我们分享 所以呢 可以鼓励更多妈妈们 爸爸们呢 在家勇于尝试 还有鼓励呢 更多的新手们呢 在家尝试 妈咪很香耶 你的Ottar 哇 我嗅到很香 这包是鱼的 这包是鱼的 妈咪讲的 这包呢 Ottar呢 是鱼的Ottar 所以呢 我们煎起来很香很香的 这个Ottar的味道 一直扑鼻而来耶 我跟你讲 所以呢 在家可以尝试煮 我们这道菜是我们的Ottar煎蛋 所以 还有 Hello We want We want from新加坡 我们刚刚呢 已经把我们这个Ottar煎蛋做好了 Hello Aren Hello Who来的 我来了 我们还有朋友呢 他不会看华语的 是有些会听华语的朋友 不用担心 也可以跟我们say hello的 我们刚才呢 Auntie Sue呢 已经把我们的桂豆炒起来了 Auntie Sue呢 炒菜的桂豆啊 的这个SOP很简单 就是呢 加入油爆香的姜鱼籽 然后加入我们的桂豆 炒了一分钟 就加入盐味 真调味 然后炒到全熟就可以了 然后我们刚才呢 Auntie Sue呢 就把放了我们的姜片 蒜米片 姜末 下去呢 爆香 爆香后呢 我们就加入我们的桂皮 还有八角下去爆香 然后再加入我们的豆瓣酱 给大家看一下 这个是马来西亚很出名的 兰花豆瓣酱 是颗粒的 所以呢 我们就放下去爆香两汤匙 然后呢 我们就加入了我们的这个黑酱油 也是我们兰花黑酱油 所以呢 如果你家里有别的牌子 黑酱油也是可以放哦 然后呢 爆香过后呢 就把我们的这个 这个 我们的这个大骨肉下去炒 好爆香 炒了过后呢 Auntie Sue呢 就加入适量的水 然后呢 继续焖煮它 妈咪我觉得可以再黑一点点 可是要多放点 放那个豆瓣酱油 可以放多一点豆瓣酱哦 妈咪建议呢 如果煮这道菜啊 豆瓣酱呢 焖我们的大骨肉呢 记得可以放多一点豆瓣酱 会比较香 然后我们现在呢 Auntie Sue 把我们的这个 黑酱油放下去了 妈咪你要均匀搅拌一下吗 那我们就均匀搅拌它一下 我们颜色很漂亮哦 很简单哦 这道菜色呢 妈咪说小时候呢 我的外婆煮过给她吃 所以她现在煮给我们吃 所以这道菜色我们叫做 豆瓣酱焖肉 比较容易挤妈咪 然后我们现在呢 Auntie Sue要做什么呢 豆瓣酱 没有没有 不够香啊 Auntie Sue讲哦 不够咸 Auntie Sue讲哦 刚才我们豆瓣酱子 放了两大汤匙 所以她现在呢 要放多一点点豆瓣酱呢 放下去 给它更香哦 所以呢 现在Auntie Sue 炒一点豆瓣酱 再淋下去 妈咪要放两汤匙嘛 不要香 要咸死吧 会咸死哦 这样不要放这样多 Auntie Sue讲不要放这样多 等一下太咸了 Auntie Sue讲不要放这样多 Auntie Sue我来了 看到你了 Auntie Sue看到你 看到你 哈喽二姐 二姐Cherry上来了 哈喽凯悦 哈喽 妈咪 Cherry讲她今天 become topfans了 终于到超级粉丝了 她讲 Auntie Sue的超级粉丝 Auntie Sue超级粉丝 我发现到哦 每一天进来看的朋友啊 都比较快作为超级粉丝哦 所以呢 大家要天天进来看Auntie Sue煮饭 拉美是没有兰花的 妈咪拉美是有卖这个牌子吗 不知道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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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Auntie Sue在 JB买的 不懂 不懂拉美是有没有卖这个牌子 我讲拉美是也有 应该有 没有她问你拉美是有吗 不知道 没有叫他们引爆回去 哦 Rub讲齁 新加坡没有Ottar 新加坡有卖Ottar吗 有 shopping有卖 shopping应该有卖 可能因为MCO的关系 没有运去 马来西亚MCO的关系 没有运去新加坡 如果呢 下次来JB啊 新加坡朋友来JB的话呢 一定要来马来西亚呢 买我们的 麻婆Ottar吃 因为呢 回去可以煎蛋啊 而且也可以蒸来吃 也是很好吃 是我们马来西亚的特产之意哦 我们现在呢Auntie Sue呢 说我们刚才的这个 豆瓣酱呢 还不够香 所以Auntie Sue呢 现在偷偷 不够咸 不够香 所以呢 他偷偷的在另外呢 炒多一汤匙 然后放下去 爹爹爹爹 Auntie Sue今天炒我们的 豆瓣酱门肉 然后你们觉得这道菜色呢 很容易学哦 而且呢 妈咪讲有她小时候的味道 就是呢 我们放了我们的姜片 蒜米片 姜末下去爆香 再加八角桂皮爆香 然后呢 再加入了我们的这个豆瓣酱下去爆香 爆香后呢 就把我们的这个大骨肉下去炒香 炒香后呢 我们就放了我们的黑酱油 还有我们的这个适量的水 Auntie Sue呢 刚才放了一碗水 一碗大碗的水 所以呢 我们就下去继续焖煮到呢 它全熟还有入味呢 就可以了 然后中间呢 Auntie Sue只是放了黑酱油 没有添加任何的一些调味料 只是豆瓣酱跟这个黑酱油 调味就可以了 而且呢 煮到它入味啊 我们就可以了 然后我们现在呢 看到Auntie Sue呢 继续煮焖煮它 然后给大家看一下 叮叮叮叮 偷描偷描 很香耶 我在这边哦 一直嗅到很香的这个豆瓣酱 如果呢 喜欢吃豆瓣酱的朋友啊 不妨可以尝试煮这道菜哦 其实呢 它的步骤很简单 然后呢 刚才Auntie Sue呢 就已经把我们的这个 Otta煎蛋煎好了 叮叮叮叮叮 我们的Otta煎蛋煎好了 妈咪它什么菜是还没有煮 肚子要够吗 够吗 应该够了哈 我们还有Otta煎蛋 有我们的这个 桂豆 然后呢 还有什么 那个 芥兰菜 芥兰菜 你看我们煎是不是很快 我们煎呢 现在呢 煮我们的第四道菜呢 就是等我们的这个排骨闷到熟啦 妈咪 很香耶 我一打开的时候那个味道很香 今天是我妈咪煮到最快的一次了 45分钟就已经在等了 等我们的这个排骨了 叮叮叮叮 我们的这个呢 就用了我们的这个姜片 蒜米片 姜末爆香 爆香后呢 加入我们的桂皮 加入我们的八角下去 爆香 爆香后呢 加入我们豆瓣酱 两汤匙哦 两大汤匙下去爆香 爆香后呢 我们就把我们的这个大骨肉呢 放下去炒香 炒香后呢 Auntie就放了一碗的水 然后呢 继续的就加入我们的黑酱油 调味 然后下去给它焖煮 然后我们现在呢 就给它们煮到全熟呢 就大功告成了 妈咪 豆瓣酱焖排骨 是不是广东菜 不知道咧 不知道是不是广东菜 Sense and Liu auntie讲哦 是秀杰的家传菜哦 对啦 我们的外婆呢 以前就煮给妈咪吃 妈咪现在就煮给我们吃 真的是叫家传菜了 Raining heavily outside So late rich home 阿凯薇刚刚到家而已 Roofs Bone讲哦 OK When I go Malaysia I will get from your area Roo可以尝试哦 这个Otta呢 是我们马来西亚的特产哦 所以呢 而且是马拉伯很出名的 这个Otta煎蛋 很漂亮 刚才Auntie秀呢 已经翻好我们这个鸡蛋给我们看了 所以呢 在家呢 可以试煮这个Otta煎蛋 就呢 我们的Otta买回来过后呢 其实它有很多口味 它有鱼的口味的 它有虾的口味的 有鱼虾 Auntie秀呢 今天是用了我们这个鱼口味的这个Otta呢 放了油下去爆香 爆香后呢 我们就加入了我们的打好这个四粒鸡蛋的蛋宽 下去一起煎 煎成一盘这样子很漂亮 所以呢 妈咪 Cicillian讲我们认识的 所以 Cicillia Cicillia Chong Cicillia Chong 哈喽 雨翔 哈喽 Bungen 对啦 Bis人 哈喽 Tiffany 看到你上线了 哈喽 请你让我看一下 那个豆瓣酱我要screenshot 给大家咯 我们有网友要求 我放一下啊 我放一个角度 这样你们就不会觉得那个镜头很晃 等我一下下 我现在呢 把Auntie秀的这个豆瓣酱呢 拍好一下 叮叮叮叮 我们今天呢就用这两个 这个是豆瓣酱 我们的兰花豆瓣酱哦 是马来西亚的这个特产 所以呢 很鼓励啊 我们海外的朋友啊 一些新加坡朋友啊 如果来的时候对吗 不妨可以去买这个 然后呢 它的包装是这样子 简单又有不失古老的味道哦 哈喽 Ombacheng 他讲我干净来 讲解很清楚 因为他有一个 咸甜 咸甜 咸甜啊 然后呢 这个兰花的豆瓣酱 我上次去帮妈咪买的时候哦 它有分两种的 一个是兰花豆酱对吗 它这边是颗粒的 我们买的是颗粒的 还有一个是呢 是碎的 碎的就是呢 里面就没有这样子 它就磨好了 就没有一这样子颗粒颗粒的 所以呢 这是马来西亚的特产哦 所以欢迎啊 我们新加坡朋友呢 来马来西亚的 可以考虑买这个来回去煮你的 这个豆瓣酱焖肉哦 然后呢 还蒸那个排骨也是这个 妈咪说呢 蒸排骨呢 放这个也是很好吃 也是利用 因为它这个呢 是我们比较古早味 没有那么咸 而且呢 很香的 这个豆瓣酱的味道 然后呢 是宜宝的特产 对啦 是宜宝的特产 然后呢 就是我们的这个 兰花黑酱油哦 也是很好吃 我长那么大哦 其实讲真的 我是第一次看到这个 因为我的妈咪呢 每次煮饭 我没有什么看的 现在比较会常去看 然后我们现在呢 希望你刚才已经 print screen到了哦 看到了吗 我要拿着一下嘛 不知道等一下调音 这个也不错啊 不会哭 妈咪 应该是print screen到了 对 女儿每次在新山买回来 对啦 这个呢 所以呢 这个真的是我们 马来西亚的特产 大家呢 可以尝试呢 用这个豆瓣酱 来煮你们的菜色 所以呢 刚才我们的粉丝们呢 在问哦 这个在哪里买 其实马来西亚呢 新山哪个地方都有卖哦 刚上线 这个豆瓣酱怎样煮 auntie xiu呢 今天呢 就用我们的豆瓣酱 闷肉 怎样闷肉呢 给大家看一下 妈咪 你可以帮我翻一下 我们的这个 对 新加坡也是有卖 哇 对对对 新加坡有卖 我像在新加坡看过的妈咪 我们吃过 有吗 我们在新加坡 这一宝一宝一宝出产的 妈咪一宝出产的 所以呢 这个是我们马来西亚的特产 所以大家欢迎大家呢 如果来马来西亚旅行的话呢 可以尽量哦 可以去买这个来stripe 他不错 他不会太死闲啊 Sherry讲我刚上线 这个豆瓣酱怎么煮 女儿每次从新加坡买回来 医保特产 Sherry和Auntie讲 哈啰 Banchin讲他刚进来哦 Sherry讲我主持人一级棒 讲解很清楚哦 所以呢 我现在我已经要习惯了 把妈咪呢 教的菜色呢 简简单单 然后呢 大家又用最简单的方式来了解 哈啰 Chung Yong Peng 他问呢 这个红色的牌子是什么 OK给大家再看一下哦 诶 看到吗 这个角度应该是比较好 这个就是我们的兰花豆瓣酱 跟兰花黑酱油 然后呢 你就会看到他又写个兰花商标 所以呢 记得这个样子就好 你们Princh Screen了吗 然后我们现在呢 去看Auntie Shoe的这个 叮叮叮叮 我们刚才呢 就把我们的这个姜片 蒜米片 姜末 跟我们的油呢 一起爆香 爆香后呢 我们就加入了我们的这个 八角 桂皮 下去爆香 在爆香后呢 Auntie Shoe就加入两大汤匙的这个 豆瓣酱下去一起炒香 炒香后呢 我们就加入我们的大骨啦 大骨呢 下去一起跟它炒香后 我们就加入了我们的黑酱油 也就是我们的兰花赛油 放下去提咯 调味 然后呢 我们就加入我们一大碗的水 下去焖煮 然后呢 Auntie Shoe就盖锅 继续给它焖 焖到呢 完全入味的时候呢 我们就大功告成啦 妈咪呢 说呢 要给它焖焖焖哦 哈喽 Leon MK 说我是第一次进来看哦 Which one啊 等一下 Cindy用啊 Cindy用 We 是 which one啊 我看不到前面的留言了 没有关系 等一下呢 我们直播后 我还会回你们哦 妈咪 肖茜问你哦 Cindy用吗 应该有啦 应该有 因为它这个是 怡保的特产 我觉得 怡保特产哦 兰花应该会有 可以了 screenshot了 Ewan讲的screenshot了 我也用这个豆瓣酱味道很好 Anna讲这个豆瓣酱的味道很好 不会太咸哦 对不会太咸 讲的味道真的是不会太咸 所以呢 我们现在呢 每次呢 Auntie Sue呢 会尽量的 呃 跟大家介绍 我们平时用的这些 呃 一些道地的酱料啊 大家呢 可以在家呢 可以开始练习 还有可以可以煮到很好吃的酱 菜色呢 给我们的家人们吃 然后今天呢 很特别哦 这个酱料 我是你说 我跟Auntie Sue讲 Auntie Sue 这个酱料 我第一次看到 我想知道 我第一次看到这个 我第一次买这个的时候 我还买错 我买到兰花豆瓣酱哦 我买到呢 是那个碎碎的 然后Auntie Sue说呢 买粒的来煮会比较好 所以看个人口味 然后呢 May Tan讲哦 我是这个牌子酱油的忠实粉丝 哈喽 Erin 阿公是你的弟弟吗 阿哥是你的弟弟吗 嗯 阿哥是谁 最啊 老老 哦 六鸡哈 六鸡叫阿哥 阿哥是我的六鸡 六鸡讲 对 六鸡是妈咪的弟弟 Cylin讲 谢谢 Cycilian 我给你一个爱心 谢谢大家 今天呢 很多 其实呢 平时有问题的话 大家可以勇于发问哦 所以我会尽量呢 跟Auntie Sue呢 跟把这个问题呢 跟Auntie Sue分享 所以Auntie Sue呢 就可以在场呢 跟你们讲解 到底呢 今天呢 这个用了什么酱料 然后呢 只放了我们今天这个菜色呢 我们的排骨焖肉呢 只是简简单单的 用了我们的这个豆瓣酱 还有我们的黑酱油来调味 我自己都会跟大家呢 一直在重复重复再重复呢 互相练习哦 然后呢 Auntie Sue呢 今天这道菜色呢 就加入了我们的姜片 蒜米片 还有我们的姜末 下去爆香 爆香后呢 我们就加入我们的这个桂皮 然后呢 还有我们的这个 八角下去爆香 Auntie Sue有跟我们分享哦 我们的这个八角呢 还有桂皮呢 不要放太多 放一两颗就好了 然后呢 我们就爆香过后 我们就放我们两汤匙的豆瓣酱 下去炒香 炒香后呢 就把我们的这个大骨呢 放下去炒 爆香去炒香 炒香后 我们就加入了我们的黑酱油 还有一碗大碗的水下去炒 煮到它收汁入味就可以了 然后当然呢 很多人会问哦 这个大骨 这个大骨呢 是什么 这个大骨呢 就是呢 我们猪肉呢 最靠近骨的这个肉 Auntie Sue说呢 这个肉呢 煮这样子豆 煮豆瓣酱的话呢 味道会极佳 所以建议大家用这个 大骨 最靠近骨头的 猪肉骨头的这个肉呢 来煮这个豆瓣酱 焖骨 焖肉 不是焖骨 妈咪 可是它这个肉会很少吗 会吗 会很少吧 会啦 阿骨溜很多 阿骨溜很多 阿骨溜给你哈 可是如果我们的粉丝们 要去那个菜市买的话 我把它关火 给它去闷 闷差不多10分钟了 才再来煮 再来煮哈 所以就要是闷到它入味对吗 这个菜的角色 关火了它会慢慢闷 比较快绵 快绵哈 就是你现在去闷煮它 闷到呢 等下它在关熄火 然后再闷对吗 给它自己闷的气门 哦 然后等下它很快闷 OK好了 这样我们等下呢 我们这个排骨呢 豆瓣酱排骨呢 继续给它闷 然后呢 闷好过后呢 Auntie Sue呢 就跟我们说 就会发现到我们的这个 登登 我们的大骨呢 就会完全收制 然后呢 它的这个肉呢 也会软 然后很入味 就大功告成了 所以今天我们的这个豆瓣酱 闷肉呢 就到这里啦 所以呢 大家可以看回我们的重播再复习哦 现在呢 就让Auntie Sue给我们做它的招牌动作 拜拜 叮叮 叮叮 祝大家有个愉快的晚餐 Have a good dinner ahead 拜拜 拜拜 by bwd6 拜拜